许多iPhone使用者都知道,当看到荧幕上闪烁电池低电量通知时,就会感到恐惧。 Tayler Morgan之前在苹果公司从事销售工作,最近他在抖音分享了如何延长iPhone电池续航时间的六个方法。 一,避免让iPhone充电至100%,他表示用户永远不应该为iPhone充电至100%, 帮iPhone充电时仅需要充到80%就已经够用,若不断充电至100%,空导导致电池老化。 二,启用最佳化电池充电,进入iPhone的设定电池电池健康度级充电,将设定中的最佳化电池充电选项打开,将可防止手机电池老化。 三,关闭背景,APP重新整理,进入iPhone的设定一般,之后将其中的背景APP重新整理选项关闭,不让应用程式在背景持续运作。 而低耗电模式,所有活动也都会停止,有一样的效果。 四,关闭定位服务,进入iPhone的设定隐私圈与安全性定位服务后,选择需要的APP开启定位,其余则关掉来避免不必要的电力寻找定位。 五,关闭黑Siri,若平常并没有使用Siri习惯,可以考虑直接将该功能关闭,进入iPhone的设定Siri与搜寻中,关闭聆听黑Siri的功能即可。 六,减少动态效果,可以到设定辅助使用动态效果,开启减少动态效果,能有效省电。 但它表示,这些技巧会降低你的手机体验,但它们会延长你的电池寿命,可以自己取舍。 好吗? 好!